去年因为疫情严峻 许多阿美族部落封年纪都暂停办理 而今年光复乡马泰安部落恢复封年纪 并且也举行新纪年龄阶层命名以及授旗 让部落青年不要忘记部落的先胜先贤 不仅将部落文化传承下来 更重视部落伦理的传统美德 去年因为疫情严峻 许多阿美族的部落封年纪都暂停办理 今年光复乡马泰安部落恢复封年纪 并且也举行了新近年龄阶级命名以及授旗 让部落青年不要忘记部落的先胜先贤 将部落文化传承下来 公年纪每五年是一个社会团体 也就是我们的奥运 那这个五年当中里面 即将的要晋升的 那会产生一个新的年龄阶层 那新年龄阶层的成立开始是从九十一年到九十五年 这个命名刚刚那个部落领袖已经命名为保兰 保兰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农作物也好啊 需要就是这个工跟领域 那这个医治间都是照顾农作物 让我们无苦丰收 蔡智慧表示 阿美族有非常严谨的年龄阶层 所以伦理在阿美族的部落中相当重要 那最主要就是 我们非常重视新的年龄阶层 不管他们的思想也好 生活也好 习性也好 或是任何的交易 我们都非常重要 部落的妇女也唱起鼓调 小朋友跳起舞蹈 非常欢乐又和谐 每年部落青年都需返乡 参与风年纪 不仅学习部落传统文化跟知识 更重要的是拜访部落的长辈 记者高双双 光复乡采访报道 性 总 我们的想法 华 鱼